让我这样说吧 很多人对华裔选民的理解 是媒体那边讲 媒体讲95%华人支持希望联盟 Medica Center的这个评调 但是很多人其实没有认真问 95%里面多少%是最后5天来的 我在2017年的时候我就对媒体说 我说希望联盟有把握 现在有稳的 六成半的华裔选民的支持 2017年6月 结果很好笑 后来一个外国媒体的记者就跟我说 他说张胜文就跟他讲了 另外35%是麻花的 结果我后来写一个文章去笑张胜文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很多华裔选民 他是游离选民 他是游离票人 行动党的基本盘大概就是六成半 希望联盟基本盘大概六成半 另外的两成多 他是在最后关头他看到说 希望联盟可能是真的 他看到说这个马来人反了 他看到说整个局势的确是这样子 所以他最后关头再来 他不是我们的忠实支持者 不是你说什么他就会相信了 他其实是很怀疑我们的 他最后是纯粹是为了要换政府 纯粹最后是换政府 最后是觉得说换定政府了可以赢了 为什么我去挑战 来到就是我要告诉人家 这就是这一组人 我说 马花都会倒 我们赶去最危险的选区 而且那时候也觉得说有可能赢了 我们赶去最危险选区 意思说 国城打完了 选民就我们用 这样的方式去影响最后20% 25%的选民 可是 这25%选民的心是玻璃心 就是现在不断鸟行动党的就是这些 对啊 所以你今天 这25%选民 他 他不会 你行动党不容易影响他的 因为他有很多人影响他嘛 比如华人报去影响他 华人报就叫行动党出卖华人 看看像他讲好像也是哦 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吧 那你行动党的支持者 你解释了他可以 就是行动党 从2008年累积下来的那六成半的支持者 你解释给他听了 他是可以明白的 所以我们 我们的基本 所谓的基本盘 要这样子想 我们大概是有六成半的华人士 我们解释了他会相信 或者他至少会接受 但是另外的两成半三成的华人 他不会相信你的 问题是这一些人数比较少 但是他们就发出最大的这个声音 因为你还有比如说中文报的生态 他还是很 很相对来说是传统的想法 他这个中文报到现在为止 或者是比如说星报的杀 他的想法还没有改变 他的逻辑还没有改变 我们换了政府过后 但是星报的逻辑头脑没有改变 他还是用回以前的 那套华人代表华人 马华代表华人 这个逻辑他还没有 还没有跳出来的 所以现在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真空 在华人舆论当中有很大的真空 你没有人可以影响 或者是没有人可以很公道的 让华裔选民看到 真正来讲整个大环境 全局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大家都在选点 去再挑一些敏感的点 这样那个玻璃心这一组比较弱 就是他本来就不是很支持我们的 这一组人他的玻璃心就睡到完了吗 我就是论事了 我没有针对任何个人 那我会希望中文报成长 我会希望中文报 那我说一个背景 我是在16岁以前是马来文很差的 那16岁以后呢 我开始每天看两份马来报 每天花两个小时去看马来报 那个时间点是1993年 那个时间点的时候呢 Berita Harian是写给马来西亚人看 Berita Harian当时候的整个写法 他不是不是写给马来人看 他是马来报 但是他的写法是相对全民的 然后乌都山当然是还是很马来人 但是90年代的氛围是比较好的 所以不会是不会是太多骂华人的 那时候 我为什么要讲这东西 我希望看到的华文报 未来的华文报 他是能够看到说华文是马来西亚人的语文 也就是说 他华文报写来 是给会看马来 会看华文的马来人 他看着他也觉得说 你在谈你是从马来西亚人的角度看问题 因为我参与政治 我觉得一个很基本的点 就是我们今天是以马来西亚人的身份参政 我们不是以华人这个作为一个政治单位 我不是华人假逼单 那我是一个华人 文化上我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华人 但是政治上 我是以马来西亚人的身份参与 所以我会希望看到未来的华文报 而我也相信未来会有出现这样的环报 就是这个环报是写给马来西亚人看的 也就是如果一个马来人 他会华文的 他念华小念读中的 他拿起来看 他不会觉得说 这个环报是纯粹从一个族群的角度去思考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 怎么样判断局势 在传统的媒体的角度 他可能觉得说 每个人都像我一样这样想 就像他们这样想 他们觉得说刘振东是很超前的 可是我又觉得 其实我在形容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举一个例子 每一年华小里面 有至少15%的学生是非华人 然后有很多还是去到哪 初中还在学华文 有些到中学到4,4,5也有还在学华文 那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说 现在随时有一百万人 一百万个马来人 至少学过三年级的华文 那么到底我是要跟最传统的 就是说相信50年不变的人 还是我要做那个去解释现状 解释我看到的现状 解释未来要怎么样走的人 当然这个过程是一个抉择 这次是很痛苦的抉择 如果我是要掌声的 那我应该去迎合 那个觉得50年不应该变的人 但是我觉得说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作为一个领导人 我们是要带 带大家去看到现状是什么 带大家看到未来是什么 现状改变了 你不能够停留在过去的模式 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我们怎么样让 大部分的华人看到说 他是马来西亚人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那你的整个社会 将会撕裂 我们今天在跟马来右派政治人物 马来保守的政治人物 包括武统 打斗的时候 我们反对他们 谈马来人优先 我们希望他们马来西亚人优先 那么我们今天 如果华人讲我们应该 华人优先不是马来西亚人优先 那你不是拉扯两边扯 所以今天你看啊 其实华人觉得他是Underseacher 华人觉得他是 就华人右派的说法 就是他是觉得他是Underseacher 就是说我们是 受困的 受打压 印度人 嗯 也有很多人觉得他是受困的 马来人也有很多人觉得他是受困的 马来人很多人也觉得他是最穷的 那华人就说你最穷是因为你不 你不经历工作 诶 但是很多 马来人他觉得我 我 这样辛苦是因为 制度对我不公平 华人也是有种相反 华人也觉得这样 其实我们 处在一个社会呢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但是今天你要这个国家走下去呢 你不能 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我们今天要让大家看到 一个开Grab的马来人 跟一个开Grab的华人 那个马来人哦 开10个小时的Grab啊 或者去开那个Grab food啊 他没有什么特权的 他比你在家 收Grab food啊 他是更没有特权的 你看到我讲了吗 其实我们 很大部分人都是命运共同体 今天 对马来西亚所有政治人物的挑战 是怎样 不要 只是寻找掌声 不要只是在同温城里面 寻找温暖 族群的同温城是很舒服的 族群的同温城会认为谈马来西亚人优先的 这些人 是离地的 同样在马来人当中 谁谈马来西亚人优先 而不是谈马来人优先 也会被认为 被认为是一地 被判族群 但是如果 每个 政治人物都是 准备只是在族群的同温城里面 享受温暖 享受掌声 这个国家 最后就是 走向灭亡 因为他会失恋 希望联盟 执政的22个月 马来人觉得 这个被煽动 马来人被武统煽动 讲说这个政府是 非马来人控制的 林冠英控制的 行动党控制的 华人被煽动说 这个政府是 行动党 精进 马哈迪控制到完 马哈迪是 最大二级的 两个都错了 马哈迪不是完人 马哈迪是很多缺点 我们有很多东西 跟马哈迪不同 不同意马哈迪 同样的林冠英 也不是完人 但是 林冠英在马来人当中 被丑化的 马哈迪在 非马来人当中 被丑化的 两者都是不对的 但是今天 如果我们找不到中间点 我们没有办法 讲很清楚 很坚持 马来西亚人优先的这块 而是你最后 被马来人优先 华人优先 被这些人拉扯了 我们最后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 所以我说 政治有时候是孤单的 你如果 相信说 如果你只是看到华人的悲歌 你说我看到华人的悲哀 你没有看到开Grab的马来人 他的开Grab food 那个马来人 在大雨中 骑着摩托 deliver grab food的时候 你看不到他 生活上的辛苦 那你当然是很悲哀的 因为你觉得说 华人都是受苦的 但是你在 在家喝着喝着酒 然后唱着卡拉OK 华人都是很悲哀的 你看不到 其他人的命运 你看不到其他族群 其实 大部分人 都是 在挣扎求存的 你看不到说这个国家 是要让 每一个人 不同族群的人 过得更好的话 那这个国家最终是失联 我要这样讲一个东西 行动党 原初 本来就不是一个 种族的政党 而且从一开始 就是各族群 而最早支持行动党的 主要的华裔支持者 是华裔中下层 华裔中下层就是 以前开德士的 以前卖彩票的 以前卖面的人 我们今天要怎么样 很清楚的知道说 其实 支持行动党的人 过去可能很多是华人 中下层 今天同样的 马来人中下层 印度人中下层 印度人中产 马来人中产 其实他也可以 把行动党当作是 他们政治的归宿 那今天我们怎么样 要让 让这些人都觉得说 民主行动党 可以成为大家的归宿 而 那个开grab的 马来人 或者是那个 骑grab food的 那个马来人 他也是人 他也是马来西亚人 他的命运 也是我关怀的 我觉得今天要把 这个 这样的想法 让更多人想象 给亚人 稍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